国内新冠疫情有恶化的迹象 尤其教育机构感染群更是与日俱增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下令 教育部向新冠特委会提成报告寻求对策 面对疫情恶化 首相坦言 如果再次关闭各大学府 重回网课 不少家长可能担忧孩子未来 那些学习通过网课也没有受到免疫情 而 beberapa试图都能够进行由区民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判施增加 非常高 也能够进行区民主义 伊斯迈沙比里今早在哥达巴鲁会见巫统领袖后说 目前各校恢复实体课 政府实在难以做抉择 但校园疫情复燃 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因此他要求教育部拟定解决方案 尽可能确保校园安全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过去一个星期 我国新增82个感染群 其中高达7成 也就是62个涉及教育学府 但是上个星期三一天内激增16个教育感染群 雪龙 柔佛 森美兰 彭亨几兰丹 都陆雪出现教育学府感染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